牛鼻烈是一隻經牛鼻作為宿主傳播的病 牛鼻烈是一隻微生物附著紅血球 牛鼻咬了一隻受感染的狗 之後再咬了你的狗 就會將受感染的紅血球傳播到你的狗身上 如果牠會走草叢、郊野公園、行山的話 而你又沒有幫你的狗做一些牛鼻的預防 譬如滴汁水、帶牛鼻帶的話 這些狗就會很容易被牛鼻烈感染 牛鼻烈顧名思義牠會發燒 你的狗會發燒、食慾不振 因為牛鼻烈是一個破壞紅血球的病 這些破壞紅血球就會經由尿排出體外 它的尿會很深色、情深啡色 然後如果嚴重的話 那隻狗就會有貧血的跡象 你怎會知道你的狗有沒有貧血呢 就是牠會牙肉很淺色、會偏白 如果紅血球低於12% 那牠就需要輸血了 能制住 那隻狗 有技нолог上針大闆